歡迎收聽心靈母音 我是靈氣導師曹操 我也使用送播 薩滿等方式 協助大家療癒 找回自己 讓我們一起從生活中體悟 並且超越 專畫 嗨 大家好 歡迎收聽心靈母音 然後今天呢 我們有新角色解鎖 新人物 現在會想說大家怎麼聽來聽去都是那些人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比較好揪 有啦 我們還是會有一些新的角色啦 就是總是會看一下狀況啊 對對對 然後今天就有新人物 新角色解鎖 來 請自我介紹一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塔尼亞老師 對 好 那塔尼亞老師主要是提供給大家什麼樣的服務呢 就是你的服務 人家說服務嗎 服務 算是我都講服務 還是怎樣 療癒 諮詢 對對對 專業的部分 就是大家比較常找你做什麼 最多就是催眠 對 然後跟曹老師那個學的送播這樣 對對對 所以現在是以催眠跟送播主軸啦 對對對對 因為我知道你也有生命數字 對 然後心盤有對不對 心盤 對 占卜這些都有 對對對 大概是這樣 好 那今天我們要來呢 所以是 那今天我們是要聊催 沒有 今天我們要聊 沒有要聊催眠 對 還是你想被我催眠 哈哈哈 要怎麼催眠 這個之後可以來聊一下對不對 好 然後我們今天是要來聊什麼 是因為我們在聊天的過程中就是 發現其實不是只有那個塔尼亞老師 對 問這個問題 是很多人都在 關於就是佛牌這個東西 對 有疑慾 因為為什麼他會問呢 因為其實塔尼亞老師他除了 他除了我們剛剛說催眠啊 還有送播傳 其實他本身就是仙女老師 是是是 對對對 他有一個粉專的粉專 他叫什麼名字 塔尼亞老師人間日常 對對對 就是他就是有 就是他 就像我們也會去廟裡拜拜 然後他也是會去廟裡拜拜 然後什麼什麼之類 所以這些東西他 當然對於我們台灣的這個 系統 他比較熟 對 他比較熟這個部分這樣子 然後但是他也開始 欸 因為他們 他來這邊上課就有看過 就是我這邊有一些 對啊 我那天被佛牌給吸引到 對 就被他 嗯 就突然覺得有點喜歡 超喜歡 對 然後可是問題是 他其實在網上有查到很多資料 是是是 所以有一點 其實很多人都會問我 像比如說我這次剛好前不久去 去高雄上課 也是有學院在問我這個事情 對 因為像我自己 就是有主要的神明 我都會去常常去參拜 然後我就會好奇說 欸 如果我這樣子佛牌 會有抵觸嗎 就是跟我原本的信仰會有抵觸 對對對 然後他想要更了解一點 是這個部分到底是什麼 還有你要怎麼看待這些東西 其實我之前有一集 有講類似的東西 但是沒有講特別針對佛牌來講 因為他其實範圍其實太大 然後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就可以稍微來聊一下 好 那我們什麼叫佛牌呢 一般人想說 那我請佛牌到底要幹嘛 我會說最簡單最簡單的方式 人家說啊 如果你應該有看過一些廣告有沒有 在賣佛牌的廣告說 啊 佛牌這是什麼 你可以怎樣這個 就可以幹嘛幹嘛幹嘛 其實我自己個人 以我到現在的經驗 我就覺得說你先不用想這麼多 你就是先把它當一個最基本 它就是一個護身符 對 的概念 那就是你去廟裡面求行會 什麼什麼的那種概念 就是一個安心讓你穩定 這樣就好了 你不要想說 他可以背天爭地 這種太誇張 可是有人會真的會覺得 他說請了就可以怎樣 就可以怎樣 其實我都不會這樣覺得 像如果這邊有一些佛牌可以請 可是我也不會這樣講 因為我覺得 以我自己的覺得 我覺得他是一個心安 然後當然除了心安 再還有別的東西 再等一下我們會講 這個跟他製造的過程 跟他有關係這樣子 然後像比如說我們剛剛講到 想到什麼就講什麼 就比如說我們現在簡單來講一下 那既然這樣 那護身符就好 那跟佛牌有什麼關係 那我們先講一下佛牌它的起源 就是我現在講的都是正牌 我先講一個概念 對 什麼是正牌 第一個概念就是大家聽到佛牌 第一個人就說佛牌是不是很陰 對 我以前不懂就會想說 那個是不是裡面還加了一些什麼 私有啊 對對對 這個是一個大誤解 我以前是會這樣覺得 然後後來到我去了解之後 發現其實 如果以現在的狀況來講的話 現在的佛牌 其實可以分正牌跟鷹牌 對 那此事其實在最遠古的時候 並沒有鷹牌這種東西 這怎麼講 我們講佛牌是怎麼來 其實一開始的佛牌它是沒有 它那時候有很多種說法 那其中一種就是說 它那時候其實做這個佛牌 是為了要讓 那個士兵或是一些要出去幹嘛 配戴然後保護他們 然後所以他們才給他們這個東西 那有的佛牌是裝在佛塔下面 對 所以如果有些人說 它那是幾百年的老佛牌 原因是因為它那個佛牌是 你們知道泰國不是很多種佛塔 佛塔要裝杖 裝杖是什麼就是要裝一些 神聖的東西在裡面 這個佛塔才會有它的 當然除了設立之外 但是其實很多佛塔裡面 是沒有設立的 然後它就會有一些聖物在裡面 這個佛塔能量就會很好 大概是這種概念 那有時候因為倒塌 什麼壞掉 然後那個裡面的東西就跑出來 然後這個佛牌 可能就會拿去給人家請這樣子 然後這種才是真正的老佛牌 是這樣子 就幾百年的那種 可是這很難 就是難在說你怎麼分辨它是不是這個 真偽 這是後續我們在講到它有商業的部分 所以它前面其實就是為了保平安做的 然後還有的是有一種東西叫鹿翁 鹿翁其實是比如說師父他那時候你來 就是你來供養他 他可能想說給你一個保護 然後他就把他的一些什麼生物揉一揉變成一顆酒給你 可是其實最早的鹿翁都不是 最早的鹿翁是他嘴巴的檳榔沙 他就夾一夾變成一顆圓圓拿給你 原來 一個加持物 解密 就是一個加持物而已 所以其實師父的東西就是一個加持物而已這樣 對 那之後他們慢慢演變 然後他已經有佛像的 然後才變成後來的樣子 所以其實佛牌本身一開始就不是跟鬼完全沒關係 所以如果你跟泰國人講 他們不會說那個叫做佛牌 因為其實泰國的佛牌它的泰文叫做Pla Pla的意思就是Pla它是可以帶子所有的佛牌 但是只有正牌 正牌 因為Pla的意思叫做什麼就是佛 佛的意思佛和尚都叫做Pla 對 那所以他們就說 所以像我們去請佛牌 我們就講 臭Pla 臭是 臭是 不是罵人 怎麼感覺要罵人 臭就是租的意思 他不是買 你不能說我要死 死就是買 我不是買 我是租這個佛牌回來 所以他們是很尊重這件事 所以你看Pla 所以它不會叫一個裡面是鬼的 它不會叫它Pla 它不會叫它佛 所以他們就講那個叫做P P就是鬼 所以他們其實在泰文上面是分得很清楚的 你這個是P 還是你這個是Pla Pla 對 Pla是分得很清楚的 但是因為我們台灣或是我們華人的地方就是都統稱叫佛牌 他們應該 我記得如果我沒聽說他們叫康倫就是一個飾品的意思 如果就是一個吊墜而已啦 對 你就想要當護身符是飾品這樣的概念而已 所以其實 所以講到這個就知道 最原始或是我們講的佛牌 正統的泰國的佛牌 其實講的並不會是有鬼的東西 是 它一定都是正牌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那佛牌是怎麼來的 對 我們剛剛講大致號它是因為要給可能有要保平安啊 要做什麼什麼什麼才去做 就有點像我們現在寺廟請的那種護身符的概念 對 其實就是這樣子 只是台灣的護身符是那種紅色的有沒有 然後 很會啦 各個宮廟 對對對 然後可能裡面放那個符在裡面 狐林 對 那如果大家有去過就是都會有狐林 像你應該常見說我看到各個地方狐林都不一樣 可是現在好像大部分的廟 就台灣大部分的大廟 我說的是大廟 比較少會有 還是有 因為我不知道 因為你比較知道 會有機身或是 好像比較少 大廟反而其實沒有 沒有對不對 可是其實 大家要知道這件事情就是 廟啊 比如說像廟的系統 比如說有拜這個的廟 拜這個廟 這個神 可是其實神它如果要辦事 又是另外一回事 是是是 對 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這個概念 就是它要處理事情的話 所以如果像比較 南部的宮廟可能有的還會有 比較大的廟 還是沒有到很大啦 對 它可能還是會有辦事喔 有有有有 有的還是會有辦事 像比如說我知道 像我 不是今年有去那個武德宮嗎 對對對 武德宮有一個特色就是他們有在訓練筆聲 筆聲就是它有寫那個筆的 它是浮軟寫筆的 然後這個筆聲跟肌聲還有什麼 其實他們有不一樣 軟聲跟什麼 哇天啊 那是另外一個系統 對對對 那個我們有機會再來講 接下來說它就是神明的代言人 然後去辦事情 然後給他指示 第一種就是指示 那有的比較那個就是他可能要辦事 比如說今天有卡到了 幹嘛 他可能那個神明要降價來辦事情 這一種 可是這是傳統上其實在宮廟 不是要說宮廟啦 應該是說大廟 其實很早以前的廟都是有這種服務的 以前的廟都有 所以晚上的時候都是辦事的時間點 對 然後這個是以前會這樣 可是因為後來真的是 不知道可能太亂 或是怎樣 然後大廟其實都不做這件事 然後可能也是 我覺得有可能是傳承上面有斷策 所以現在也都沒有這樣子的 那其實所以你去加持的時候 其實就是神明有時候在 神明有時候不在 對 其實你自己知道 對 你去辦的時候 你去的時候應該有感覺對不對 對對對 他應該不會always在那邊 不會 對你去辦的時候 是有時候你感覺到 對 然後那個 有時候沒有 有時候他不在 你沒錢跟他約好 或是其實你要在那邊稍微等 等待一下 或是 要call一下他 對對對 你真的有很急的事情 你要call他這樣 對對對 所以大家其實知道這種概念 所以才會需要當 那個 現場有根本 這麼多 那麼多的神 或是 還有什麼 報 有的是什麼 報 馬什麼什麼 馬 我不知道就是那個什麼 有一種叫報馬 什麼之類的 你知道就是一個馬的 然後牽的那個的 他就專門在傳訊息 喔好酷喔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有沒有等 沒有耶 廟有 你可以去注意喔 有的 有的會專門 專門供就是報 像比如說我昨天 不是去台南嗎 好酷 然後就那一個說那4.5秒 他就另外一個春秋樓那邊 他就一進去的下一個 就是一個很大尊的 爆馬的神 真的耶 我真的不知道耶 就牽了一匹馬 啊 我知道 在那個 松山奉天公有 應該有對不對 就是有牽了一隻馬 對對對 我知道 他就是負責傳訊的那種 對對對 所以他會有很多的工作人員 對對對 工作人員都在那邊 然後 其他的就是要 要做做 所以 那為什麼 這個只要有機會 我們再來講宮廟的系統 對那我也不是到真的很熟 只是大隻知道 所以如果那要講 可以再找 更熟的 然後呢 你看他們其實是這樣 可是問題是就是沒有一個主要在 呃 住詞好了 對 佛教叫住詞 對佛教叫住詞 那如果在在廟不知道叫什麼 也 宮廟也不是宮那就是宮廟 就是現在沒有在 也不是廟宮喔 因為廟宮只是故而已 對對對 就是主要的那一個hold住這個所有的 這個 現在比較沒有 那這個就會有什麼差異呢 比如他有時候在有時候不在 那你去跪前會其實 通常大部分的狀況是你去 沾一下這個能量 喔 對不對 但是把這個好能量 沾一下回去嘛 對 所以你一定時間都要再回去 跪一下 跪一下 對 你如果有回去就還要再過香輪 就是本來就 其實 是 可語都要去過 只是說那 但差異點會在哪裡 就會變成說 你沒有辦法有一個真正生命的降價的來 啟動開光 做一個能量上面的貫注 沒這麼如法 如果這樣說的話 沒那麼 搞剛啦 那沒有搞剛效果 當然就會有差 有差異 對 所以其實這個是大家很知道 而且現在很多的狐靈 其實狐靈到我們都講狐靈 狐靈是要用寫的 對 但現在大部分很多都硬的 硬的 因為其實寫符是很好精神的 大家如果有寫過符 或什麼之類的 其實寫符是很好精神 大概寫幾張啊 像不過之前不知道有哪個網 就是 就是網路節目的就是YouTuber 因為我們要幫他們講廣告 所以我就不講什麼了 好 他就是都在講這些鬼故事啊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有一次就真的找了一個 就是會畫符咒的老師 然後跟他拜師學了畫 最簡單的 基本的符 他畫了幾張後 覺得他好累哦 所以大家知道 你在畫符咒 或是做這些法術類的事情 其實很多時候是在耗你的神 好能量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畫符 做這些東西 好像 喔 親自微微 我就可以賺錢 沒有沒有 你是默默的 把你的能量給出去的 對 所以那個東西其實 這個又不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反正大概是這樣概念 它就是沒有這樣子的做 所以就有時候你會覺得 可能效果上或各方面上沒有到那麼的強力 有差 那如果你找得到是會真的自己有那種傳承 那大概這個符咒這一掛 其實又可能現在在這個道士方面 大家不要想說 我們台灣的信仰是道教 其實它不叫道教 如果我們最常講 最重要性的道教或是道的話 其實是那個什麼毛三 就是那 現在毛三拜其實有一個小部分 就是那一種 你知道我講的那種 在那種道士道慣的那種 那種才是道 我們台灣的比較叫做台灣的民間信仰 它融合了佛教 然後我們的當地的鬼神信仰 還有什麼之類 然後融合在一起 變成一種獨創的東西 然後基身通靈的這些東西 全部加在一起 它不是傳統的道教的東西 它也不是佛教的東西 所以大家要知道 所以這個是差一點 我們今天不是要講佛牌 又講的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可以分不同的 極數或不同的東西來講一下 所以為什麼要講那麼多呢 簡單來講就是 我們現在沒有一個主要的基身 沒有極數可以用這個能量 來做這個事情的人 然後效果會有差 然後但是佛牌它的 通常他們大部分 我說的是正牌 大部分會有的話 它會有它這個年份 比如說它第一個 它材質就要求 它說比如說這個東西 比如說粉牌的話 可能就會說 這可能要寺廟裡面的 然後他說裡面會不會有什麼什麼 沒有 正廟裡面的東西通常就是比如說 香灰 很合理嘛 銀灰 然後還有什麼 金蘇的粉 或是什麼 赤廟泥土地 或是袈裟布 有沒有 那如果是師傅牌 或是跟哪個師傅家 特別哪一個師傅 他會強調的師傅家 可能會有師傅 他整個剪頭髮的那個頭髮在裡面 哇哇哇好酷 對對對 它有這些東西 基本上都是正能量的東西在裡面 然後這樣的能量 那如果譬跟陰幼不太一樣 譬如說他如果今天是要 讓你的人緣好一點的或幹嘛 正牌的部分的話 可能就會有一些花粉 啊 對啊 花 對或是一些香料的東西這樣 可是都是正的東西 那這個等下我們再講 其實佛牌系統又很多就是 這真的是太複雜了 對 就是佛牌又跟我們台灣的又不一樣 然後跟你去譬如說藏傳佛教的 對又不一樣 因為我發現佛牌 就是泰國的佛牌 還是我看到的比較少 就是大部分都是有佛像的 對 對 但是台灣的護身 如果都以護身符來說好了 就是台灣的護身符 可能就是一個像你剛才說的符令 就是它的樣式 其實差別就還蠻大的 沒有沒有 其實我跟你講 泰國有一種叫做符館 哦 符館是很多人會喜歡 叫Taku Taku 很多人喜歡是因為它沒有佛像 它就是你就想像 所以它也是有 符 然後我等一下可以拿給你看 你可以把我講到符 然後呢 刻在 我們是用紙的 對 他們不是他們會用金屬的片 比如說銅片 我好像有印象 對有有有有 金屬變成銅片或幹嘛 然後再把它捲起來 捲起來就變成一個長長的一根 然後收起來 那叫符館 所以是一樣的有符館這個東西 而且符館其實是很多人喜歡 因為它沒有形象 對 它可以放下半身沒有關係 而且它配戴上比較有的 你扯妝漂亮就很時尚 對 然後當然有些特殊的會有虎皮符館 蛇皮符館 哇 因為它的那個 風好細喔 因為那個法術需要這個能量 它會用這個材料去做 可是我剛剛講到這種虎皮蛇皮的這種 就不是傳統的佛教加持的東西的方式 它就是法術類 這又要講到泰國的佛牌的特色 其實因為柬埔寨老挝這些地方 那個邊際的地方 都有很多的那些法術在流傳 那些巫術所謂的巫術都在那邊流傳 所以他們的法術很厲害 所以你看泰國的降頭術很有名 所以其實他們只是說 有的時候他們曾經學過這些法術 然後再把這些法術的這些人 有可能當後來出家了 然後把這些法術做一個轉換 然後來做好使用 哦 理解 這個叫做法術 所以法術本身有沒有好壞是不是 沒有 他只是辦你想辦的事 那所以就要思考 所以你的心念是正的 他就是正的 你的心念是不對就不對的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 白衣巫室跟黑衣巫室 就白衣阿詹跟黑衣阿詹 好像講的太廣了 趕快先收回來 不然等一下會講不完 我先 這個等一下如果有興趣 我們再來講白衣黑衣這件事情 然後 所以簡單來講 他會修法 譬如我的材料就是要這些 然後我有要求這些 然後我要請哪些師傅來修法 哪些師傅會來加持 然後這個法會 會用什麼法的方式來做 然後要舉行在哪一天 然後幾天 這是比較嚴謹的會這樣做 所以出廟的時候 他就會有固定說 我這一期是哪一年的 一共有幾尊 或是這個材料幾尊 那個材料幾尊 那個材料幾尊 他就會分不一樣 所以你就要去看 所以就固定 那沒了就是沒了 因為這一期我當初就加持這麼多 我就沒了就是沒了 所以這個是 就是本來佛牌是這樣 那當然也有那種 Routine會一直出的 那也是會有 那只是說差異點 通常都是廟裡面會辦法 或是會有人去加持或開光 因為廟裡面 他們的廟裡面 通常都會有住持 都會有一個主要的和尚 住持在裡面 對大概是這樣 所以他的差異點就會在這上面 所以他灌注 然後這樣我們講到說 那佛牌出了廟裡面 會有正牌這些東西之外 那其實還會有一種叫做 叫阿讚 阿讚 那有沒有聽過阿讚 阿讚什麼的 如果你們要聽完就這樣 阿讚是什麼 阿讚就是老師的意思 泰文就是老師的意思 所以像阿讚不是只有這種老師 像 塔尼亞老師 就是阿讚 是老師 我也是老師 那這種老師 他不是只有這種老師叫老師 他你也可以叫學校的老師 也可以叫阿讚 任何教學 任何教學你的就是老師 就是阿讚 對對對 那只是說現在講阿讚 我們通常都會以那個法術 就是法術師為主 就是這種法師為主 叫阿讚這樣子 那就是大家不要想說 阿讚就一定都是法師 不是出家人 不一定有一種的阿讚 就是出家人叫做 塔阿讚 塔我們剛剛有講的 塔就是和尚的意思 所以如果他是講 塔阿讚 那這一個是出家人 那通常出家人是講什麼 龍婆 龍普 有沒有 龍婆龍普 對對對 然後龍龍 因為龍就是大的意思 破就是爸爸 然後補就是阿公之類的 就是看他年紀 那年紀很大 就說哦 尊稱的寫字 他是龍普 對 龍普就是年紀比較大一點的 然後龍婆就是通常年紀 沒有那麼大 只是就是尊稱 所以大家都知道 好有趣 這名稱你就知道 所以不是很特別 就是然後後面那個字 就是他的名字 哦 就是他的名字的簡稱 對 大概是這個概念 所以大家知道 所以那時候看到什麼 阿讚什麼阿讚什麼 龍普什麼的 就知道 可是通常來台灣的 都是阿讚比較多 哦 因為師父不會走出廟裡面去 哦真的嗎 師父怎麼可能會到處跑 他是住持的 對啊 他是住持 那通常都是阿讚 那不是說阿讚 那阿讚就是在家人 在家居室 或在家修行 嗯 那有什麼區別呢 通常阿讚會以法術比較多為主 因為就是法師啦 對對對 他不一定是出家人 所以他沒有像 那師父呢 那為什麼寺廟師父會做這些呢 因為其實很多 我剛剛講 寺廟師父有很多 他以前就是學 學法術的 對 只是他出家 只是說 所以他在運用法術上面 他還是會以佛法上面 或是佛教的 要求東西來 不會做太超過的事情 嗯嗯嗯 對 所以有人會想說 啊那個正牌都 效果很慢什麼 這不是效不效果 所以他有問題是 你需要慢慢轉化你的內心 對 對 然後這等一下最後 我們要講一下 你佩戴佛才的這些觀念 嗯 然後 欸我跟妳講 雖然我講這麼多話 但不是要摸一波話 我只是想說大家聊一聊 哈哈哈 真的 我沒有幫任何代言 我也沒有什麼 對沒有 我只是純粹自己喜歡 因為我自己就愛收藏 對 他們都看過我 那就是一大袋一大袋 真的 很可怕 好 然後 好 這個就是師父的部分 對 然後那阿詹就是在家居士 那在這裡也有很有名 但是講阿詹名或什麼 就是很有名的師父 嗯 然後 阿詹 那阿詹之外 那我們就講說 他其實就是法術 所以他們通常是 會有一個特定的功效 特別強 有人就是特別強在人緣 財啊 桃花 對對對 有分門別類 對 然後就是專長不同 懂我懂我懂 然後他 因為他流傳下面的法系 跟法脈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就會有這個 那他通常都是法術 那法術有什麼不一樣 像我剛剛有講的 比如說我今天做的 像你剛剛講的就是 很多就是佛像 嗯 那佛像通常就是跟這個佛 他的故事有關 這個佛他的修法有關 對 比如說你今天請的 如果是西瓦利 可能就是他的意思 就是說讓你走到哪裡 都是人 都是人緣很好啦 哦 所以他很適合那種 你出去業務經營 需要到國外去哪裡 到處走跳的人 就很適合他 左右逢遠 那如果你今天求的是善家財 可能就是也是錢的 那如果你今天求的是什麼 就是他自己有各自的 各有自己的那個 的樣子 懂 他的那個 因為他的樣子就是這樣子 然後他的修法 幫他做的修法會 人大概就是八九不離十 就是以這個方向 嗯 為準去做 這樣子 然後 當然我剛剛講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他還是會以佛法的要 比如說他不會說你這個怎樣 然後就 你就可以怎樣 他基本還是會說你的內心還是要怎樣 還是要做做善事啊 當然 他們還是會以這個為主 嗯 然後但是如果是阿戰的就不一定 因為他就是法術 那當然不是說阿戰就不會 阿戰其實修行非常的好 他只是沒有出家而已 然後所以他還是會跟你說 人生的道理啊 幹嘛之類的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助援 這樣講到重點的這些東西都是助援 然後所以他會以法術為主 那法術就是幫助你達成一些目標 他就是一個能量的走向 所以他可能就不會一定要有法向 或者是就算有法向 他可能會特別強調一些功能 功能 功能性比較重要啦 對大概是這個差異點這樣子 對就是法術 他會強調他的法術 對目前聽到這邊你聽得懂嗎 有沒有什麼疑問 法術 法術 你不太懂法術跟你的差別對不對 對對對對對 你想魔法 魔法 法不就是魔法 比如說魔法就是我今天想要做什麼事情 我用這個方式來達到我的目的 這叫做法術 對 那如果是譬如說正廟正牌 就是說你就是心存善念 然後讓你的整個能量場 整個人的狀態都改變之後 那我怎麼知道 我要選擇哪一種佛牌帶比較好呢 應該是說我會建議說 如果你想要讓自己穩定一點 也就是以佛為主 那這個我們來看佛的 我等一下來看不同的佛牌的分類 你就知道了 等一下提醒我要講 好 我先講 然後比如說阿戰 那阿戰就會看那怎麼做 他法術的源流是誰 他當初這個法術傳承 是從誰那邊學來的嗎 然後這個就是他的法脈 然後他的加持力就有多少 然後還有他自己的修為能力 就會有差 因為他等於是全部都是靠他自己的能量 如果他是佛菩薩的話 可能會佛菩薩的狀態這樣子 然後所以做出來 大家直接講好了 所以寺廟有可能他常常做就是佛的法相 對 或是一些這些佛的法相 或是天神的法相為主比較多 阿戰也會做佛的法相或天神 但是不一定那麼多 他們反而很多會著重在譬如說什麼福館 因為福館沒有法 那譬如說功能性來比較強 譬如說你今天請了一個 好 釋迦摩尼佛的佛牌 嗯 或者是什麼摩尼花佛佛牌 或什麼佛牌 它就是佛 阿戰也會知道這個佛 可能大概是怎樣的功能 可是它就是因為這個佛 對 可是它如果是那個 它可能就是什麼福館 這個就是人緣福館 招桃花福館 有有有有 然後或者是 它就是很直接的 就是功能為主 然後跟你講說它的功能可以怎樣 而且有的 像這邊又 像後來又很多 就很誇張 你只要這個啊 就可以怎樣怎樣 就是你只要有這個 你就可以怎樣怎樣那種概念 懂 比如說你有這個它就會 比如說有的它 像 寺廟頂多出人緣福館 對對對 寺廟不會有性愛福館這個東西 有這種 有有性愛福館 好酷喔 那個是 那個阿戰才會有 感覺應該要去買一個 你有缺嗎 哈哈哈哈 像比如說 比如說是法術類 它就不會分這個 像比如說 我剛剛講的好 以人緣跟 跟桃花這件事情來講 如果是正廟出來的東西 它可能就是做一些 比如說我說的 花瓣 花粉 然後或者說什麼什麼的 這一類的比較正向的東西 對對對 然後再提醒一個 比如說 比較這種的神來加持這樣子 好 那如果是 比較法術類呢 法術類可能就是 它可能 它就是要這種能量走向 那什麼樣的能量走向 會讓你 人間能愛大調就喜歡你 然後看到你都 好像被你吸引 它就會去找這種東西 比如說 它除了會找花粉之外 它可能會找一些 比如說像我之前有看過 用那種 大象的精液 哦 因為這種就是性 就合理了 很直接 直接連結到的感覺 它就是能量走向而已 然後剛才我看過一種加持的 有一種 它就說 你那個人緣 那種性愛服管 或是那種人家看到你就愛死你 那種 它在加持的時候 它去找一個當地 生意最好的妓女 對 生意最好 因為大家都要她 很需要 很需要 然後就把 讓她全部脫光 然後把一些服管 放在她身上 加持 哦 你懂我的意思 就是等於取得她的一點能量 就這種走向能量 哦 理解理解 所以這個叫做能量 跟法術 所以我們在做魔法跟法術都是這樣 比如說我今天要做什麼樣的法術 就是我要達到什麼目的 那我就要有這種能量的東西 就很直觀啊 很直接 對很直接 到達目的地的感覺 對 比如說法術好了 比如說老虎的法術 寺廟也會出老虎的東西 可是它不一定會用到虎皮 可是它也有可能會用到虎皮 這個是很中立的東西 對 那這個就是寺廟的師父 有可能也會出法術的東西 所以不是絕對分開 對 那比如說今天 為什麼要老虎 老虎就是很兇猛 所以它可以正煞 擋煞 那所以我今天當然可以畫一隻老虎就好 但是如果我今天有幾根虎毛 或是有一塊小小的虎皮 是不是那個 能量就不同 對對對 所以這叫法術 法術其實就是魔法 懂了完全懂了 對這個大家如果有在使用魔法 就知道 魔法就是你要去蒐集 這一類能量種類的東西 然後它就可以加強你的意圖 加強你的意念 對 然後再達到你要的目標 好那我們來講喔 可是它要的是達到目標 對 可是你現在適不適合達到這個目標 跟你哪 比如說我就是想要很多人愛我 所以你如果是法術的東西 你要很小心的使用 就是說 比如說你就是要很多人喜歡 對你可能會好多桃花來喜歡 你就會很多爛桃花 理解齁 這種概念 那如果你代表的是佛牌 那種寺廟出了 你可能不一定會有那麼多桃花 但是至少不會有些奇怪的東西來 理解嗎 理解了 他們會覺得很有效 喔好有感覺好有感覺 可是反而最終 就是會招來 本來你不該得的得到而去有一些 對有一些莫名的 不一定是好事 對對對 你以為你是好事 因為我們都會以為我這樣 我就可以怎樣 可是其實不是 會這樣安排你有原因 這就是法術類的差異點 就是你看東西的層級不一樣 真的耶 這個就是差別 但是我說實話佛牌跟其他的 我現在目標 可是要看等級 因為佛牌分太多了 對 你不同的法術 不同的法相 不同的師傅 他做出來的能量頻率都不一樣 對 都同樣都是佛牌的 就不一樣 但至少我可以先知道 我要走這種佛牌的 還是這種 法術類的 對你要清楚你是法術類的 法術類不是不能用 對 只是你要看你有沒有需要用 那我就也不要太偏 對 不要太 像我剛剛說那我就有點太多了 對有點太 欸我就記得有朋友說什麼去泰國 什麼蝴蝶牌還是什麼 蝴蝶牌是蝶網出的 所以他也是一種佛牌的一種嗎 對他也是師父 他也是他自創的 他比較像是天神等級的 好這樣講到這個 講到什麼就講什麼 對 如果以佛牌來講的話 我們簡單來講它有幾個分類層級 其實就是以那個來分類 第一個層級最高層 就是如果你自己有佛牌在供的時候 就是你就可以 如果你很丁金 對 你可以到這個程度去供 第一層當然就是佛 是 佛是最高的 所以那個法像是佛的樣子 它就放最高 然後下一層就是天神 天神 什麼叫天神 四面神是天神 哦 四面神它是天神 然後譬如說如果你有什麼 有的 因為泰國佛牌很特別 就是它裡面有很多印度教的東西 如果你有皮絲弩啊 你有絲婆啊 或是你有什麼 魯士爺 魯士爺是放這邊 魯士就是 有點像是我們的那種 瑜伽士 或是修行人 修行者 所以它主要是求智慧 然後對一些 靈通神通 開悟 有一點點開悟 但它主要是神通靈通法術 所以如果你是使用法術 或是這些的 無巫女 對 很適合供魯士 但是魯士又分很多種魯士 而且魯士有108魯士 我的天啊 像我有一種醫藥魯士 對 醫藥魯士它又不算魯士 它又算魯士 它又不是 它其實算天神 你看很多分喔 第二層就是天神界 天神 天神界也是 也是比較高層的 就是它就是天神 對 然後接下來再往下的 就可能就是一些比較 地仙類的 地仙類的 有什麼是地仙類 一開始叫我這樣想地仙類 我倒是想不太出來 就是它的層級沒有到這麼 到天神這麼高 但是它也是一個比較 正神類 正神類 比較像我們現在說的鬼神類 但是它比較正神 好像南平媽媽算是地仙喔 南平媽媽 不是南拳媽媽喔 對啊 我想說 對對對 就是有一些是地仙 我忽然之前有一個 我有印象 地仙就比如說像是正神 但是它的層級沒有到天神這麼高 但是它是OK 南平媽媽的故事就是 它其實是一個難產的女生 的女生 它難產 然後它死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小孩子 就是因為難產沒辦法就死掉 就難產死掉 然後那時候小是 因為以前 因為小孩子生要從頭開始生 那個小孩子是腳牽出來 對所以它就那個 然後那時候死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沒有醫療不好 所以它就一直在喝白酒 讓它減輕疼痛這樣子 對這是它的故事啊 它實際上是怎樣我也不知道啦 對 然後它的故事是這樣 所以它的髮像很好玩 那髮像就是一個女生沒有穿衣服 然後就是腳開開好像要生小孩 站著高手合掌 然後它的下面就是有兩隻腳 因為小孩子卡在那邊啦 理解了 對它的髮像這樣 然後它在頭上會帶一個很漂亮的佛冠 就是它已經成了 對然後它的 為什麼會供它呢 是因為它在死的那一刻 它自己發願說 因為我自己受了這種痛苦 所以我希望 希望不要有人跟它一樣這樣 對所以它就成為守護小孩 婦女生產還有小孩的一個 像是男平媽媽 就是安胎啊還是什麼之類的 安胎順利 或是顧小孩都很適合跟它 感覺那個形象就滿 很直接 對很直接 對然後這種它是地仙類 就是它有一點程度 但是它又不到天神那個高度 理解 但至少它是好的 對然後再往下一點 就可能就是沒有形象的 或是一些動物形象的動物靈的 不是動物靈是動物形象 形象 比如說虎的啊 兔子的啊 然後青蛙的啊 然後鱷魚啊 那這種不是動物靈 它只是一種能量 它這就是屬於法術類的了 對然後另外一種 我們放進去的就是 我們所謂的鷹牌 然後現在大家又想要問鷹牌 對啊好奇耶鷹牌 好其實也不一定什麼都要講完 就是有想到講完 然後鷹牌呢 鷹牌是什麼 它其實就像我講 它比較像法術類的東西 對那它很有的 那有分啊有的 它可能是有靈的 有是沒有靈的啊 只是它現在講的其實靈都是 大家講的 鷹料不等於鷹牌 鷹料什麼 就是鷹料比如說 骨灰 絲油 死人的頭髮 還有棺材釘 還有墳墓的漆粉土 這種東西 這個是人人都可以 佩戴嗎 我好奇 這一種類別 不是 這個其實 我跟你講 有的正牌會有這個東西喔 也是會有 有的會有但是很少 特定的種類會有 譬如說古曼有可能會有 古曼彤 他說古曼彤不是癢小鬼 不是 我等一下來講一下古曼彤的小鬼 古曼彤 或者是說昆平 昆平將軍牌有可能會有 昆平就是昆平 昆平當然有 曾子丹之前很有名 就是一直被拍到 還有一個昆平佛牌 昆平是什麼 昆平是一個 他是一個古代 泰國古代的一個很有名的一個將軍 他的特色就是他會法術 他法術很強 然後武藝又好 長得又帥 身材又好 所以這樣老婆很多 這很重要 所以他就老婆很多 所以通常帶昆平牌的 都是為了要求桃花 而且是男人求桃花 妻妾成群啊 然後大家都愛他 那這種 所以昆平將軍是這樣子 對對對 這是昆平將軍的特質跟特色 然後為什麼跟飲料會有關係呢 因為昆平 據說第一個古曼童 就是昆平將軍 他出來的 就是說 他那時候好像 妻子回來之後 然後 反正就是好像後來 就是不小心 還是因為誤會 把自己的孩子殺了 然後後來就是 他就是為了要那個 因為他會法術嘛 就把那個孩子 他一直做成古曼童 然後佩戴在身上 有有有 就是這個故事 可是這個實際上是怎樣 不知道 就當傳說故事 聽一聽就好 所以大概這樣 所以他的牌有時候 在昆平上面會使用到 那個骨灰 當然他的骨灰 不是什麼骨灰都可以 就是他有的 有的他們要 就是看那個師父 所以會做昆平的師父也不多 但是你會發現 比較會容易有這個就是昆平牌 那昆平牌不一定昆平將軍 很多是昆平佛 昆平又有分昆平將軍 昆平佛 天啊 所以真的很複雜 但是現在其實昆平佛的功效 都做得很像昆平將軍 所以就不太一樣 但是通常不會強調是招女生 如果你要招女生就是找昆平將軍的樣子 那如果你是不一定要招女生 你是想要 就是 招人員 但是昆平佛現在的人員 通常我自己 以我自己的經驗 不是只多人跟人之間 或是感情 沒有 他比較適合你去做工作事業 開疆癖土的這一種的人員 懂懂懂懂 對然後 所以他裡面就會有啊 像比如說有的地方 他可能就是像我知道的 有看過就是有的 最有名的是什麼 排骨滿 排骨滿就是古曼粉 就是說 那個龍普廳最有名啊 龍普廳的那個什麼 古曼的故事啊 什麼之類的 他們要求那個小孩子的 過世的小孩子的 嬰兒屍體的粉 對 我有聽過這個 對然後但是他那個 他的要求就是說 他要在幾月幾號出生 然後又是什麼時候 夭者 是他自己死掉的 然後因為他的怨氣很重 或幹嘛之類的 然後為了要超渡他們 所以讓他們做成這個去 做一個功德雷 或幹嘛之類的 反正這件事情 這個故事我就不講那麼多 然後這他有要求 他才能做 然後他們還要先師父 幫他們做進化 或幹嘛 所以你要能夠跟 怨靈做交道 然後還要幫他降服 對啊 你才能做這個事情 所以不是一般能做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一個昆平 我記得我自己 這邊有一面 後來去查了資料才知道 他叫五十九零昆平 就是說 那時候好像有去什麼 抗疫的時候 還是泰國那時候有一個 抗疫跟什麼 然後就有五 很多五十九個還是什麼 人犧牲了 然後就有那些英靈 那些靈他們的骨灰 拿來做這個牌 不過你一點點進去而已 對 感覺能量很強大 可是通常我自己現在的經驗 就是有這種飲料的牌 不論是正牌 音牌 他都很容易會讓你 有一種很直接的能量感 很強烈 就是很強烈 因為他就是 可能你會覺得全身都會發熱 不然你會覺得 這樣子 他們比較容易這樣 但是這也很好笑 我之前曾經又是有一種東西叫 魂帕勇 魂破勇 魂破勇就是說 有一些 最初的 最初的起源 是因為有一些 戰士啊 或什麼之類的 他們 戰死了 然後戰死了之後他們在那邊遊蕩 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有人就把他 就是因為沒地方去 然後就 收他們進來在這個牌裡面 然後讓請回去的人 他們才有行會 然後幫他們顧家 有點像是我們的兵獎 你知道嗎 你知道東廟的兵獎 也是這樣一個 故隆有鬼沒所在的地方 其實大家都做的事都很像 所以有請魂破勇的時候 有時候會覺得說 家裡有人在走來走去 是因為他在幫你顧家 對 那他是以前 現在沒有現在的魂破勇 都是入法不入靈 他只是一個能量走向 他會有一個 有點像是一個機制有沒有 一個城市寫好在那邊 然後有一些不OK 他就會去擋這樣子 就不是真的有靈在那邊 那是以前啦 對 然後所以這個是魂破勇 然後他也是法術類的東西 他比較偏法術類 對對對 然後我就說很有趣 就是我之前有一次 就是有收到一個魂破勇 然後就說拿到的時候很 因為他是老虎的樣子 就說好可愛 他把他做成老虎的樣子 然後呢 我就說拿到的時候 很有感熱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 個性就是什麼東西 我都會進化這樣 然後我的除脹箱 有沒有 就把它昏下去 沒了 跑掉了 什麼東西都沒了 所以我在想說 我的東西不要隨便亂熟 真的不行 就是看成績 佛的部分還可以 佛部分基本上它不會 不會 這是我法術類 有可能就會被我 被我蓋台 之類的 因為我是很認真在做那個東西 好 這個就是法術層級高低頻率 他們會互相蓋 好這個剛剛講到飲料 所以飲料 正排也可能會有飲料 但是它的飲料是經過處理 跟經過加持 所以說他要這個能量走向 但是他又不要 他會帶來的負面東西 理解 所以他就會用這樣的方法去做 然後這個是為什麼 這就是因為他們有學過法術 但是後來又出家 所以他才有辦法做到這樣的事情 所以說飲料跟飲料不正同 對 但是有一些東西是不會用在正排上 是絕對不會用的 那這個我們就不用講 然後接下來就講說 那就飲料 那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你知道你在法術類的東西有概念 他如果要達到這種效果 他就會找類似頻率的東西來做 對對對 所以才會有什麼 屍油啊 什麼骨啊 然後冰靈啊 冰靈就是人的頭蓋骨 對 之類的 好那我先 然後他就會用這種方法來做 那還有一個東西就是養小鬼跟古曼 對 我們講一下 古曼呢也是從以前 他也是一些孤魂野鬼的小孩子的鬼 他沒地方去 對 然後那時候神寺廟的師父 他有那種靈通的 他就會讓他們到寺廟裡面 幫他們安一個地方 並有地方去 受一些香火 就可能那種起乎 對 那只是久而久之之後呢 就是想說 如果有緣的就可以請他們回去 然後請回去之後 在家裡受一點香火 然後他就是有危險 他就會跟這個人講 因為他只是小孩鬼 所以你不要想說 他可以幫你達到什麼 就是他沒有辦法說 因為有人會說 我對他求什麼 他要幫我什麼 那我幹嘛幹嘛 所以你就去思考 他當初是一個 連自己都保護不了的小孩鬼 你想要他能夠幫你去成就什麼 你覺得 不要虐待童工好不好 有有有 有這種感覺 那你就不要虐待他 可是通常他們會覺得說 有一些危險的人 他們會講 爸爸媽媽小心 就是他們都會有一個 會提前之道 一個直覺這樣子 然後頂多是這樣 可是呢 養骨慢這件事 等一下我們再繼續講 因為今天好像聊得滿那個 因為你剛剛有想要問 你跟養小鬼有什麼問題 對啊 跟台灣的養小鬼一樣嗎 台灣有養小鬼 應該不是台灣 台灣應該也是有 對 好 那等一下 因為今天我們錄 我們分成下一集再來講 好啊 對我們下一集再好好 再繼續把剩下來講 因為我覺得一集就是錄過完 真的 還想再繼續聽下去 對那我們等一下 大家就繼續聽下一集囉 這集先到這邊 好 掰掰 掰掰 對於節目內容 身心靈療癒 想了解更多 歡迎到臉書粉絲頁 西河木音 身心靈療癒工作室 與我們聯繫 節目資訊欄有相關連結 謝謝你的收聽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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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